It's Tuesday 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的中文阅读频道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outh Point Hill Public Library Chinese Reading Channel 大家好,欢迎来到 South Point Hill Public Library的中文阅读频道 大家好,又到了跟Miss Kitty在图书馆读股诗的时候了 今天选的这首古诗呢,也提到了菊花 那这首诗比较长一点,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 饮酒起舞,陶约明未尽 节鲁在人静,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拼 彩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 生气日西家,飞鸟香已还 此中有真意,欲变已妄言 那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那个诗句的句子呢,比较多 我们先一步步来看,先看一下那个诗中 梅句里边的词汇 那题目呢,饮酒起舞,这里呢,说的就是饮酒的时候做的这首诗,是第五篇 那可能小朋友会请问说,会有七一七二吗? 是的,也有七一七二,所以饮酒第五篇 那这首诗,第一句里边,节鲁 节鲁这里是建房子,建造住宅 那在诗中呢,指的是居住的地方的意思 那这个鲁呢,就是简陋的房屋 在人静,这里人静指的是喧嚣超壤的城市 那后面这一句,而无车马轩 车马轩这里指的是世俗交往的轩壤 古代的时候出门都是有车有马骑马 跟现在我们开的汽车不一样 那车马轩呢,就是街上人来人往 有马车,有骑马的,很喧闹 那下面一句,问君,何能耳 君这里是指做着自己,就是问我的意思 后面西远地字偏 这里偏呢,指的是偏僻的地方 那也是指比较安静的地方 前面还提到何能耳这三个字 指的是为什么能这样 就是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呢 下面一句,采取东离下 然后悠然见南山 悠然,这里是闲适淡薄的样子 见是动词看见 山气日夕夹,日夕是傍晚的意思 那夹就是怎么样呢 可能是景色优美 然后是美好的意思 这后面飞鸟相与怀 这里是结伴而归的意思 飞鸟相与怀 那前面山气 山气这里是指山间的云气 前面还提到那个南山 前面还提到那个南山 指的是泛指 就是都是山峰的意思 也有的会说这个山指的是庐山 那这是所有的字词的部分 真意 真意这里是真谛 人生的真谛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整首诗 那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第一句开始吧 将房屋建在了人来人往热闹的地方 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宣扰 那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呢 只要心中所想远离世俗 自然就会觉得所处的地方僻静了 在东离之下采摘菊花 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傍晚时分 南山的景色甚佳 雾气在山间缭绕 飞鸟结伴而归 那这其中蕴含着人生的真正的意义 想要分辨清楚 却找不到我诗的语言来表达了 那这首诗主要写的什么 是秋天的简易 那描写这个诗人陶约明 在住的地方 悠然自得的一种心境 那陶约明这个诗人呢 是冬季末年到刘宋初的一个非常杰出的诗人 他呢 他呢 以写景物为多 然后被誉为影异的诗人之宗 就是中国第一位的田园诗人 那我们从这首诗里边 就可以提问到是描写景物田园诗的厉害之处 那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正好是冬季快要灭亡之前 那他是通过写这个秋景 提到了菊花 然后表达了作者的一个一种感慨之情 借饮酒的时候做的这首诗来书写情怀和志向 那选择这首诗呢 也是因为诗中提到了菊花 采菊东临下 幽然见南山 这是一句非常流传很广的京剧 那古代呢 很多诗人和词人也对这一句评价很高 那景物就在眼前 采菊东临下幽然见南山 那想想一下整个眼前都是某月的秋景 那只有欣赏的人至贤至敬 才能有如此平淡而传美的心境 通过这句呢 也是表达诗人不愿随俗浮沉 寄心于远的这个境界 那这首诗呢 前面四句呢 就是描写了所居住的地方 然后还用了问句 问君何能耳 就是问怎么样能做到这样 心远第四篇 心里也怎么样 就是远离世俗 也就会自然静下来 那后面六句呢 描写的是秋景 从采菊东临下 见南山 还有飞鸟 向雨团 那这其中能体会到的真正的意义 想要描述的时候 却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 这整首诗呢 就是想要通过描写这样一个秋景 来抒发这个作者 陶渊明 远离世俗 然后心境 非常的平淡享受 这样一个意思 那后面那个 此中有最后一句 此中有正义 欲变以妄言 然后如果小朋友 想要表达 至情言语 寄无声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句 非常有名的故事句来表达 好了 这是今天的故事的部分 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首诗 读一点长 但是可以跟家长一起 来诵读这首故事 那我们下次再见